溥宜其实有儿子,管轩。 1967年10月17日,溥宜在首都医院因胜来逝世,第二天一早,北京的报纸纷纷登载了这位末代皇帝去世的消息,正着敏感时期,各家报社也只是抄露了医生为他开具的死亡证明上的文字。 消息传到天津,正在天津茶店农场,接受改造的爱新觉罗预言,外、外安听闻,心中五味杂陈,也不敢找人诉说,最后只好痛哭一场,为这个曾经当过几年自己皇阿玛的叔叔。 溥宜没有后代,众人皆知,但他有一个继子,却不怎么为世人所知,其实他曾正式官宣过,还写在了自传《我的前半生》里。 他说从苏联临回国时,我断定性命难保,曾和妹夫、弟弟们商量丽四问题,决定叫小瑞做我的成继人。 小瑞就是爱新觉罗预言,自言瑞,小名叫做小瑞子。 一、小瑞是道光帝帝我子敦秦亲王义从的曾孙,溥宜是道光帝第七子纯贤亲王义宣之孙,光绪帝也是义宣之子,于溥宜的父亲是亲兄弟。 尽管同是皇主,小瑞的童年却过得很不幸,在他的祖父爱新觉罗再连,叔祖父再依那一代,家族因串通义和团辈将决,革职,败落了下来,到了他的父亲爱新觉罗普城,这一代就不再封决,只有官位了。 小瑞的母亲复查,是,在他幼年时就去世了,父亲在辛亥革命后,混成一个小支援,后来便卖家产离家出走,剩下小瑞和其长姐两人沦为孤儿,不过这个姐姐后来嫁给了宛容的老师,陈曾受之子陈金三。 918事变后,溥仪被日本人带往东北建立威满政权,为了扶植自己的势力,他在长春版了个私塾,打算找一些宗室子弟心心培养,目标是培养出接班人复辟满清,他甚至做了一系列美好的规划。 这些宗室后代们,未来可以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,毕业回国后到维满军队里当官,这样维满军队就成了他的嫡系。 小瑞就是这样,被召到长春做内庭学生的,到长春那年他十九岁,是私塞里年龄最大的一个。 另外四人中跟他一起的,还有十四岁的爱心觉罗玉瞻,好军顾,溥仪换他小顾,其曾祖父也是道光帝的儿子,黄六子公亲王一系。 最后一任公亲王,爱心觉罗玉瞻小顾内庭学生们的课程,除了汉语,还有树立话,英语和历史课,八旗的孩子们没接触过新史课程,都从ABCD开始学,教英语的老师陈陈汉,是溥仪阿尔美府的舅舅,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。 学了两年后,太平洋战争爆发,溥仪担心日本人怀疑他亲美,又把英语课取消了。 内庭学生的教室私塞里,有一堂特殊的课是溥仪亲自上的,专讲雍正的上语,溥仪十分崇拜雍正帝,反对结党零私,他不但要求内庭学生们学习雍正的彭党论,还让他们用实际行动, 表示大家绝不结党营私,在疑心操众的溥仪面前,这样的表示结果就变成了,对上要无限忠诚,绝对不说假话,对下人人都互相监视,对其他人的一言一行,随时要向溥仪打小报告。 原本大家都是同族宗心,后来见面却只能非公事不言,生怕一不小心被打小报告。 二,在这些被寄予厚望的子之中,聪明伶俐的小顾,一开始最受溥仪器重,小瑞性格怯若,胆小轻化,相比起来存在感不高, 只是任劳任劳,每天给溥仪打饭,烧水,洗衣服,溥仪说他天资地些,心眼少些,而福寿我却比心眼多得更好。 后来日本战败,溥仪一行家眷被苏军红军俘虏,押往赤塔,在苏联接受改造的几年,溥仪曾三次上书四大陵,请求永久停留在苏联, 在一众归国心切的亲属中,只有小瑞挺身而出,成为当时唯一愿意陪伴溥仪留在苏联,并照顾其饮食起居的人。 这让溥仪大为感动,跟弟弟、妹夫们商量,后,就立了小瑞为太子,还特意举办了一个历寺礼, 父子两人匍匐在的,面朝一只收藏着溥仪四零零鱼建珍宝的黑皮香, 向心目中的列祖列宗,请三跪九寇大礼,这以后,小瑞对溥仪欲发忠心耿耿起来。 小瑞预言的字谱仪还在字传里记载过一件小瑞的忠心之事, 记得我曾经试验过他一次,我对他说,你如果真的忠于皇上, 心里有什么都该说出来,你有没有不敬的想头? 他听了,立刻满脸通红,连声说有罪有罪,经文医追问, 这老实人说出了一件事他不安已久的事,原来有一次我为了一件事不称心, 叫几个侄子一起跪了一个钟头,他那时心里喊了一声冤枉, 瞒乱我不好伺候,他说出了这个秘密,满脸流汗,恐慌万转, 如果我这时下令叫他痛打自己一顿,他必是乐于执行的, 我只点点头说,你只要知罪就行了,姑且宽舍你这一回, 他忙磕头谢恩,好像从地狱回到天堂一样的快乐。 三,1945年日本投降,为满洲国解体,普以曾经的复辟梦遂, 尽管随后被俘滞留苏联五年,五十年代才被引渡回国, 但因为身份特殊,晚年一直受到很好的关照。 而作为他官宣的后人小瑞,只不过在满洲国待了九年, 其后的岁月大部分就是为这九年付出代价。 在长春,小瑞本来有一次自由恋爱的机会, 对方是由他姐姐介绍的一位日本女学生, 两人都准备结婚了,却被溥仪发现,强行制止退了婚, 他本来就对弟弟溥杰娶日本女人耿耿于怀, 更担心小瑞娶日本女人后难以控制。 1943年春,溥仪强令小瑞娶满人马加靖兰, 生下长子爱新觉罗恒阵,赐子爱新觉罗亨凯, 可惜这位妻子五年后就病逝了。 在苏联,小瑞跟随溥仪被滞留五年, 失去人身自由, 而黄阿玛溥仪的饮食起居, 气到打针吃药,刷鞋洗袜子, 都必须小瑞一人亲手操作, 绝不让外人插手。 1950年7月,溥仪,小瑞一众被移交回国, 随后关入府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, 直到1927年初, 战犯管理所向小瑞、郁瞻等宣布,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免与起诉书, 39岁的小瑞预言, 34岁的小顾郁瞻免与起诉, 恢复自由, 终于告别12年的铁窗生涯。 或是回北京的小顾和小瑞, 便能一无所有, 小顾家的祖业公王府早已收归国有, 他在隔壁胡同打临时工, 挖钩, 砌墙, 修马路, 买电线杆子。 小瑞更惨, 当年半老是不予转正, 后座小买卖又未禁止, 1959年返幼, 此后十多年他便不断被组织到八宝山, 北京郊区, 天堂河, 天津等的沙石厂, 农场劳动改造, 他的两个儿子自母亲早是沦为古尔, 靠检破烂为生, 小瑞出狱后, 好不容易能父子团聚, 不久后却又被迫分离, 小瑞被押送往天堂河后, 两兄弟也被十三中勒令退学, 开始长达十多年的颠沛流移, 恒振被发配新疆石盒子, 恒凯指身份到渤海大洼农场, 溥仪在小瑞等人释放两年后也被特赦, 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, 研究委员会任资料专员, 并担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, 生活水准和政治待遇都很高, 在溥仪的五妹妹下, 溥仪和小瑞时隔两年再相见, 终于不再以父子相称, 小瑞趁他为大叔。 叔侄俩最后的联系, 不过是溥仪偶尔会请小瑞到全国政协的食堂开婚, 还有一次, 因为溥仪的御见李书贤不满心房里, 还存放着溥仪曾经的贵人谭玉林的骨灰, 他悄悄找到小瑞希望他代为保管, 文革开始,小瑞又被发配山西长治, 从此书职再没见过面。 1967年溥仪逝世, 1979年, 小瑞61岁了, 平反回京, 被分配到胡同里扫大姐, 每天天不亮就上姐, 从前排北岩大, 小金丝胡腾, 扫到银定桥, 他又娶了第二任妻子, 平民女子张云芳, 后来又给他生了第三个儿子恒军。 玉言和张云芳夫妇一直到达小瑞晚年, 长春成立为满皇宫博物馆, 并聘请他为顾问, 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, 才终于安顿下来。 晚年的爱心觉罗欲言, 左依回首昨日, 可依可追可云云, 可是十九岁后身不由己的人生啊, 也不过是亭钱花谢了, 行云散后, 物是人非。